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者这个节目 继续提醒大家可以点赞,留言,赞,分享 也可以积极地用Thanks的功能去赞助本节目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广告,留言,赞,分享之外 也可以订阅Youtube和Patreon 广印很多不同的志同道合一起支持 起码给到我一个资源,继续讲下去 我们继续讲关于有关于曼城香港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被袭击的事件 事件继续荡漾,而且不断扩散和声割 我们看到这个记者会已经召开了 按照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我们看到就上个礼拜日 香港示威者被启入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事馆 被吐打的事件 事件中受伤的示威者的Bob Chen 他连同英国国会议员建记者 Bob Chen表示,襲击他的人,行为野蛮 又担心家人安全,但会继续参与示威,无惧威胁 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一个港人组织 就是看到这个港人组织 就是捍卫港人的联盟的阵线 他就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居行第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去抗议 就是这件事 而且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里走出来 毁坏两张写后天灭中共和何他老母的标语 以及带走了讽刺习近平的画像 他们又尝试把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里 Bob Chen说,他尝试阻止破坏示威物品的人 但被扯进领事馆范围,他被拳打脚踢 又有人拉扯他的头发,他说他被多人袭击 而其他示威者就尝试拉走他 但不成功,最后有一名警员是成功拉走他 而他都心怀感激的 他对美国之音这样形容 袭击他的人的行为是野蛮的 他又说,现在最痛的是腰骨的位置 因为现在仍然是坐下来,仍然都会痛的 Bob Chen说,有担心安全问题,搞到睡不着 他说,因为最担心可能是家人会受到伤害 即他自己身体、精神和他担心家人 这件事都会出现的问题 他又说,心理上的影响其实都会是担心安全问题 以及第二个问题就是事件发生了 会令我担心人身安全 但不代表我不会再站出来 因为都是一句,你打击得我越大 我就愿意站出来 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不应该被这样打击 而Bob Chen说,他去年由香港移居到英国 先以着情安排入境 就是Leave Outside the Rules 其后再申请简称BNO Visa的英国国民海外签证 英国国会也在星期二就这件事紧急质询下 其间国会议员要求英国政府宣告 中国驻曼斯斯特总领事馆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要求就事件解释 他又说,和平示威是英国的基本权力 中国政府必须尊重 其周明在星期三对电台事务表示 大曼斯斯特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当他取得细节后会决定有什么行动 当然,正在调查结果 现在是现阶段现在进行式的事 但是很显然的 事实已经摆进眼前,真相只得一个 前保守党的党魁斯治安 Ian Duncan Smith又称为史密斯 和工党议员Avzal Khan 所以他无论是保守党、工党、跨党派的议员 陪同Bob Chan出席记者会 这个安排清楚的 即今天不只是为保守党抬轿 这个基本上是保守党和工党的议员 一起陪同Bob Chan出席记者会 是一个正确的行径 Avzal Khan是工党的议员 是代表中国处曼切斯特总领事馆 所在区域的议员 他为什么会出席呢? 因为他刚刚是总领事馆区域 选区的地方议员 两个人都说,应该驱逐涉事外交官出席 这个expert已经毫无疑问了 但以没有prosecure 等我们分析一下 Avzal Khan就说 即是工党的议员 我的态度很清晰 这个已经逾越了红线 他们在英国土地上使用了暴力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政府需要清晰表示红线 他们会采取行动 所以工党代表的左派 或者保守党代表的右派 两者都是共同支持 要采取积极行动 驱逐有关官员 当美文道对英国政府等待调查结果 才会考虑行动 施智安就说 Iain Gunsler Smith就说 英国政府的回应是垃圾 那当然这是国会议员 他去质讯这个政府 他说这个回应是垃圾 即使他保守党执政 即使他是国会议员 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 永远立法机关的议员 是捧行政机关的人 是不会的 那这件事是很正常 他说英国政府的回应是垃圾 施智安说得很清楚 他说现实是 政府没有办法控告这些人 那为什么要等待一个复杂的调查呢 因为他们是外交官 我们可以立即做的就是 将他们驱逐出境 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觉得这件事是两体 因为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人起诉 是可以的 即我觉得施智安的说法 这是一种说法 我不会怀疑 有些人觉得 混他浪費米饭 但各位 检控他 去罚他 基本上可以 征收 不是征收 就是要求他 勒令他缴交巨额的罚款 还有充公有关的财产 还有就是说 激压一段时间 再審查他所有的电脑 所有人物关系 逐个调查 就是完善将这个策斗 这个中国驻英国万茨斯特领事馆 这个领事馆的策斗 全部起出来 四大奸财 四大同伙的犯罪集团 包括中国驻英国万茨斯特总领事馆的 就是总领事郑希元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 跟着领事高年甲 参赞陈伟 副总领事 这个范颖杰 所以这个郑 高 陈 范 犯罪集团 一网打尽 是不是更加是赏心乐事呢 如果轻轻地把他放过 他们根本上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每一次有个地方这样搞一次 那你就把那批人弄走 共产党也会派另一批人来的 他们全部都是棋 就是这些叫蟑螂、蚂蚁 夜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奴才杀了四个 也有另外四个 四十个、四百个、四千个、四万个上阵 你怎样杀得完 今天你们要怎样做呢 借着这个机会将整个组织的底 抄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我为什么主张prosecule 是这样的原因 是有很多好处在里面 不是浪费米饭的问题 浪费米饭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巨额罚款 填补完的米饭 罚他一亿、罚他十亿、罚他一百亿 那你吃多少年饭 对不对 所以可以的 多过失的 就已经成功了 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事馆 郑希元 在10月18日 星期二 向曼切斯特晚报 提供领事馆的闭路电视片段 他指控示威者冲击领事馆 襲击了两名职员 导致他们受伤 他说一名示威者捉住一名职员的颈 不肯放手 于是其他职员拉他回去领事馆 但示威者继续不放手 于是跌落领事馆的范围 郑希元又说 在警方帮忙之下 才成功驱离示威者 这个真是造责 喊造责 完全是違背了 基本上我们看一条片的情况 由于有版权问题 以及有所谓Facebook 或者YouTube 审查Violence的content问题 我不方便播这段片给大家看 自己炒回捍卫港人的同盟 他们的一个阵线 捍卫港人阵线 你看回他在Facebook上贴的这段片 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晰 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是监生是有些人 转换是处心戚虑 去想搞这班人 由中国驻曼切斯特领事馆里面 揣出 之后呢 就在一个地方拉人进去 和别人打架 而一边打架 一边将个人迫入去 那这个是一个相当荒谬的行击 而你看到 从各方面都知道 这位Bob Chan 是没有任何的动机 要冲入单枪匹马 冲入去中国驻曼切斯特领事馆里面 他之所以进去 肯定被人扯进去 这是从动机和常识都知道 怎会说示威者冲击领事馆 如果是 是整群人一拥而上 不会单枪匹马 对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谓的示威者襲击两名职员 导致他们受伤 这件事完全是荒谬 还要恶人宣告了 财喊触策 将家害人变成避害人 避害人变成家害人 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这个郑希元指控 示威者的标语和口号 是蓄意挑衅 骚扰领事馆的职员 那又怎样啊 喂 你是什么法律 说他们是违法先 他不要违法 你不爽 你觉得很憤怒 你觉得有欲民族尊严 那你不是自己生气 爆到爆 爆血管都没问题的 但是你说人家 蓄意挑衅 骚扰 人家蓄意挑衅 但是没有违法 言论自由 表现自由 英国的法律 就保障这种自由 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的 他说这个违反英国的公共秩序法 哇 你都挺有趣 你今时今日 郑希元 你当是英国的法官 警察 警察官 你凭什么呢 英国律师 你凭什么说 这个违反英国的公共秩序法呢 说了 天灭中国 何其老母 这些完全是 蓄意挑衅 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违反英国的公共秩序法 这些公共秩序 是中国的标准 香港的标准 不是英国的标准 你不要以为 你那本港版国安法 劈下来 英国就要守 收档 郑希元就说 有尝试礼貌地表示 要求示威者拆走标鱼和画像 但他们拒绝 人家当然有权拒绝 你有权要求 人家有权拒绝 那你不过去收档 如果你硬要拆他们 踢他们的东西 你就是破坏材物 你就是抢劫 郑希元承认他又出现在示威现场 被捲进暴力场面 但没有受伤 他说好幸远吗 你这只兇徒 你打劫越密华街 接着说自己没有受伤 好僥倖 密华街 这些抢匪都不会说这些说话 你看到 就算这些林过云 都不会说 我杀了这么多人 我没有受伤 我是被捲进暴力场面 我没有受伤 这样的说出来 简直是荒谬 关于领事官的说法 Bob Chan对美国智英说 我是从来没有踏足过他的范围 我是被人拉进去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波文斌 10月19日 礼拜三日来行记者会说 北京已经向英国当局提出交涉 恶人先告了 并敦促伦敦采取更多措施 保护中国外交官 你收档了 他表示 这是由于滋扰分子 恶意骚扰和非法进入中国駐曼切斯特总领馆 造成中方人员受伤 那他说没有受伤了 谁受伤 谁受伤 说好 你便告诉我 哪个中国人员受伤 就逮捕那个人便对了 对不对 并威胁中方的管社安全 所以这些 色礼内容 自己在做大内宣和大外宣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荒谬 不止开记者会 很多国会议员力支持 就是Bob Chan 这个也是施压给英国政府 即是说警方 等你完成调查之后 立即要採取行动 prosecute or expel to choose one or both 因为我觉得 both是最好的 先prosecute 再expel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不需要找他坐监 罚巨款 充公财产 勾了整个网络 跟着呢 将毯毯挖四条路 改造不同的地方 一条的流晓波路 这个叫做彭在洲路 这个叫做反共大道 和一条叫做Bob Chan Avenue 多好 very good 四个包围处理中国领事馆 very good 另外呢 就是有一个美国 也都是基本上发声了 也多谢美国的一些政要 日前 中国驻曼斯斯特总领事馆 传出暴力丑闻 当地的港人组织 捍卫港人阵线 前往领事馆抗议 外抗议 不是入院 外抗议 没想到他被领事馆人员 拖入管内嘔答 对于这件事 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伦敦 临时代板 要求解释 美国政坛更是一片骂声 那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议员 就是李斯 就是Senator Jim Rich 就是Indianus的 这个是Republican的一个Senator 就是参议员 那他就是用可恥 中国政府官员在英国 嘔打抗议者的行径 并点出 这个是一个外国政府 在另一个国家土地上的暴力恐吓 美国会协助调查 并支持香港人为自由而战 就是这一点 协助调查 支持香港人为自由而战 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 Senator Marshall Blackburn 就是布莱克本 就是田立西州的共和党议员 就说 参议员就说 中国官员的暴力行为 不能够从兴发落 美国必须和抗议中共 反人类罪行的人 站在一起 Stand with them 那我们一起Anti-CCP 这个是基本的共识 反习不反共 道路一长空 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是利用这个时间反习 而是利用这个时间反共 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个共识 美国的国家亚洲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高级研究员罗兰 Nadege Roland 这些人就担心 如果没有採取懲罰 类似行为会再次发生 加州大学 聖地牙哥分校政治经济学 副教授史中汉 Lichter Xi 就是分析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谈话中多次提到斗争 英国当局必须 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保护和平抗议者 和平示威者 这一点是自明之理 与此同时 你会看到 英国的外相 在台湾的报导 阿维立 在香港的报导 叫做奇占名 James Claverley 就是今天说 一名抗议民众被拖入中国领事馆 区域里面被毆打 令人无法接受 Unacceptable 英方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 中国就说 以袖不法分子 恶意之 要向英方推出交涉 大家看到 当时香港人 有三四十人 在中国转患 至斯特总领事馆外 和平抗议 根据当天的录像记录 就是看到很多 中国领事馆里面的人 自领事馆里面走出来 破坏抗议道具 爆发冲突 有一名抗议群众 一度被拖入 领事馆区内被毆打 幸获现场的一名 警员 就是神探救出 很多谢这位神探 也很多谢 英国警方的帮忙 英国外交部 召见了中国处英国 临时代办杨晓光 要求中方遵守的英国法律 英国外相 阿维立 就是奇珊明 又叫做James Gladley 表示 他们在英国土地上 做出这些行为 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他强调当时抗议的是 和平、合法的抗议 大家知道这件事 就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会看看 事实是会怎么样 被澄清 看看多段片 不同角度 不同的人证 正反的立论都看看 看看警方这个调查 希望尽快完成 希望英国的政界 可以作出適切的行动 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们看回这个新闻 也是相当关注 有些人说 很多人说 是否在这件事上 有些人还怀疑 究竟法律上 是否有所谓的领事的问题 记住 有两个维也纳公约 一个叫维也纳外加关系公约 二十九三十一条 是规管大市级的人 我们今时今日 是看到中国驻英国 曼切斯特领事馆 这四个人 再说一次 四个是什么名字呢 总领事郑希元 领事 这个姓高的人 这个是 另外这个参赞陈伟 副总领事 范映杰 四个人都是和领事的人缘 不是唯一 外加关系公约规管的对象 因为他是规管大使馆的 领事馆和大使馆是不同的 大使馆是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 是最大的一个 领事馆是各个地方 比如有伦敦的领事馆 有曼切斯特的领事馆 也有不同地方 比如Edinburgh的领事馆 这些领事馆 是另一个条约的 唯一纳领事关系公约规范 我也说过 唯一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一条就说明 第四条就说明了 正是限于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的行为 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的管轻 即不受英国的法律管轻 是必须要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的行为 我在几次练续两次上次的节目 已经先说过了 所以千万不要肆虐等闲 另外 这个公约补充一点 就是四十一 括回一条规定 领事官员不得被逮捕后審或激压后審 但遇到犯上严重罪行 grave crime 的情况 依主管司法机关的裁判执行者不在此列 根据这个维一纳领事关系公约 当时1968年 将grave crime定义为 如属首次定罪可处高达五年 监禁期或可处更重刑罚的罪行 即是包括群偶一般牵涉的襲击 造成身体伤害或严重身体伤害 或者叫violent disorder 的罪 这件事是重要的 今时今日他的腰骨是受伤 他的面部也被打中 头发被扯 这个情况是否达到身体伤害 或者一个严重伤害的地步 是否可能 可能 不是一定判 是可能 被判处五年监禁期 或更重的罪行呢 如果有 那绝对是可以 将他逮捕 激压 当然 你没有这件事 依然是可以接受审判 你不逮捕激压 你不逮捕激压 就是通緝 你便要去判决 那绝对 那绝对可以做到 我们讲的 逮捕与激压 是41条规管 司法管理权 刚刚43条 比较细致的法律分别 意思是什么呢 这四个人 和更多的人 基本上 如果他属于great crime 可判处五年或以上 有期徒刑的话 绝对可以逮捕 可以审判 各方面都有 如果没有 都可以去 照样审判 通緝 他不到案 决席判决 拉他 判刑 罚他款 这件事都绝对可以 就是开展司法程序 不是受41条括回1所限制 41条括回1是关于逮捕 或机压 43条是整个案件 可以被系属于法庭里面受审 两件事是稍有不同的 这和香港法例557章 领事关系条例的条文非常类似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呢 你看到 还有一点 唯一立外交关系公约第9括回1条 或者外日唯一立 领事关系公约第23括回1条 有权随事专告这些人为不受欢迎 non grata persona non grata 所以他失去了两个公约下 所有外交或领事特权的保障 只要一吹鸡 他们全部的金钟罩破灭 并无需说明他所谓决定的理由 但这个宣局不会即时生效 两个公约都是规定 派英国需要获得一段时间 合理时间召回有关的人员 期间接受国 即英国当局 仍然需要承认 他是合法外交或领管人员 即是说 起码要一段时间去 rule 即是说 中国可以召回这些官员 他们不召回 宣告他为person persona non grata 当然 如果中国计定的 立刻召回他们 现在不是 现在说他们对 他们是受害者 那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说 给一段时间 中国你召回他 你不召回的话 失去金钟罩 批评这些人 什么都没得说 任何的外交或领事特权 完全失去 这个正正是这个意思 那同时跟大家讲一讲 一个新闻 也有一个喜讯 就是给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就是 我们看到 就是 很多BNO visa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新的解决 根据追新闻的报道 英国礼拜二修订了 这个入境条例 扩大 简称BNO visa的 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 容许香港年轻人 利用他们父母的BNO身份 申请 移居到英国 将会在11月30日起 即在下个月尾起 接受申请 今年2月 英国政府宣布 将会扩大BNO visa的计划 就是容许97年主权移交后 即97年7月1日或以后出生的人 而父母 其中一方 拥有BNO国籍身份的年轻香港人 即买你一个 父母拥有BNO国籍身份的情况 那你这个年轻人 就可以直接申请BNO簽证 搬到英国居住 是直接申请BNO的情况 不需要医一个亲 而亲必须居住在英国 即是说你父母 拿回本BNO 或者拿紧本BNO 而你在97年之后出生 那你自己去英国住 爸爸妈妈不需要同行的 英国国外交国务大臣 Jazz Norman 就在10月18日 在英国国会讨论香港示威者 被踩入中国鑽曼斯斯特总领事馆 嘔打事件的时候 宣布英国政府将会 在同一日10月18日 推出入境规则修订 就是11月30日生效 推动修订的香港watch的行政总裁 Benedict Rogers就说 欢迎扩大BNO簽证计划 赞揚英国政府和一种 令BNO簽证计划成功的人 他说数以千计的香港年轻人 正面对拘捕风险 扩大签证计划 令他们有一条出路 容许他们居住在英国 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 Benedict Rogers就说 他们会继续和英国和其他自由世界中 有共同想法的政府合作 确保香港人又离开 tyranny tyranny就是暴政的方法 ok 如果你说 用这个地方告杰斯 说他讲电台证计划 你就有本事就告Benedict Rogers 不过他够胆做才算 那么你看到 这个就是离开暴政的方法 没有铺了条路给大家 所以呢 选项是在这里的 那么很多人会挑剔检受 选择一个自己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但无论怎样都好 好 路要铺在这里 希望大家珍惜机会 那么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我们始终光明是会到来的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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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